为了商讨因疫情因素,县府韩市社区业务停办之后,社区独基长辈如何照顾? 只任社区发展协会日前召开社区干部会议,会议中,社区就以送餐方式以及继续办理社区约务,但一到室外活动两种方式来做讨论。 理事长陈迅奎表示,参与社区的长辈多数为独居的长者,在社区业务停办期间,志工们也非常担忧长辈在家的情况, 因此经过大家讨论之后,决定继续办理,让长辈到户外活动,同时做好防疫的规范,让独居长辈能够继续走出来到社区活动。 议员表示,为了防疫工作,县府社务处不得不终, 做出停止社区业务的决议,但因为此任社区多为独居长辈,社区为了长辈着想,想要继续办理社区活动也是情有可原。 因此,除了建立社区要确实做好防疫工作之外,也希望针对这样的问题,社会及劳动处能够来想办法,让一些独居的长辈能够得到照顾。 大概有三十几位的老人,他其实家里都没有子弟在家来服务他,然后都是要借着社区的这些义工、志工妈妈朋友们来协助。 应当要有一个配套的措施,然后让这些有类似这样政策的一个社区,能延续他对这些长辈的服务。 这个可以说对他们来讲也是相当上脑筋的一部分,是不是说我们县福这边相关单位能够替他们作为规划一个比较周延的这一个配套措施,我相信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副理长潘一泉表示,因为疫情的因素,目前也正式开始全民防疫,但是针对社区停办后的后续问题, 也希望社会及劳动处能够研议配套方案,让防疫的同时,独居的长辈也能够受到应有的照顾。 记者陈伟一,普理采访报道。